OK,这个在前几个礼拜 我有看一些关于这个音乐的一些迷音 一些memes 那集做完了之后 我就有说 那是不是也可以请我的 看我的这个vlog 或者是说一些粉丝啊等等 可以做一些关于陶者有关系的memes 可是我发现你们很mean 你们很坏 非常的调皮 naughty naughty 所以我就想要 今天要看第一个meme 这个第一个meme呢 太过分了 不好笑 太过分 这个男生帅哥 他叫陶者 他签了一个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吧 这个女朋友叫新专辑 然后女的那个女的看了他说来 Hello 然后陶者就转头再看一个女生叫烤肉 所以这个解读是什么呢 就是表示我在看辣妹 所以我没有在认真做专辑吗 错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 陶者不要一直花时间在烤肉 做新专辑 看辣妹偶尔也是ok的对不对 这个不错蛮好的有一点点陶士幽默 i like it good 好下一个 这个不错 是我在一个演唱会当中我抱了一个小孩 然后那个小孩子在哭 然后我在笑我在唱歌 然后他说我真的很感动 是小孩子很感动的是不是 不是我感动的 我真的很感动 这个小孩子终身有创伤 他说他曾经被一个熟男这样抱住 他说what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个什么命吗 有些照片永远会留在我 对对对 对小孩子看了 这是我耶 他可能40岁他还看了这个 然后40岁之后 这个男的就变成这样子 做了一个 这叫couch potato 就坐在沙发上面的这个土豆马铃薯 最开始的我就是这样子 拿了一个酒瓶坐在沙发上 DT为什么还不会发专辑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现在的我算了 随你 对不吹专辑 可是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进步 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下个礼拜 你们就会看见跟听到进度 所以下个礼拜 我不知道是不是下个礼拜 yeah maybe就下个礼拜 下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算了随你 很好 好下面这个 希望有一些真的要有创意 要好玩的 当我向朋友安利DT 安利是就是那个安利吗 就是推荐的意思吗 他说当我向大家推荐DT 以前的我 求求你听陶哲了 他真的很棒 现在 这什么 不听请滚 顺便把拉西带一下 OK 这个是在哪 那个好笑的地方在哪里啊 这个点在哪里 没有 可是这个点在哪里呢 就是说 以前要求人家 现在就不用 现在就是不听算了 随你 什么了 越来越不好 越来越不好 不听请滚 可是也不用这样子了 你知道其实要走 要离开的其实是一个小老鼠 因为这个不是Tom and Jerry吗 对啊 这个应该很好笑 因为你看到一群老人家 陶哲发第八张专辑后 我和朋友在牵手会合影 这个我跟你讲 我没看他上面的字 我都觉得好笑 这个很过分 我跟你讲 你不要笑 如果说你们都已经那么老了 那我还发第八张专辑的时候 那我在哪里 我在后面的那个山的夜总会里面 夜总会不是那种夜总会 我现在讲夜总会是墓园 这个又是那个两只狗了 对不对 一个很壮硕的 彩犬 2018年的粉丝 陶哲今年 耶会发专辑 2022年的粉丝 陶哲为什么 什么时候发专辑 他就是哭哭 就是他很壮硕 然后很骄傲 说他是要发专辑的 耶 然后他过了四年之后 没什么好 膨胀的 对不对 其实我跟你讲 八年我必须要先澄清 对 八年是有一点久 但是 阿调才30岁 他花了六年 才发了他的第几张专辑 第三张 对不对 其实 英文有一句话 叫 好的东西 就是要有一点时间 炖一锅好的鸡汤 就是需要八个小时 或一整天 当然我自己压力也会更大了 所以 我千万不能让大家失望 我的下张新专辑 或者是我发的任何东西 必须要是 你知道八是一个 Lucky No.8 不是每个地方比八都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你没有看有一部 那个Quentin Tarantino的一部电影 他比了一个八 结果他就知道 他其实不是德国人 他们是一群 美国人专门是要去杀纳粹的 对不对 然后可是他们 可是他们在有一个酒吧里面呢 他们有一些 他们是美国美美军 扮演成德军嘛 对不对 结果在那个酒吧里面 就啪啪啪啪就开枪啊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人比错了 对 他好像是比三 对 他比人是这样子 然后那个人一看 他就开始用德温跟 其中一个会讲德温的那个人 我们就来来来 他就比了一个 他就说 哦 但他没有马上揭穿他 哇 那个很可怕 对啊 so anyway 第八张专辑 新的音乐 在2002年 2002年的粉丝 你们即将又可以像这样子了 耶 对 陶泽发 第八张专辑 后我和朋友 在签售 我跟你讲 现在这个年代还有签售吗 好 就为了你们这样子 我就要办签售会 对 而且你们绝对 而且你们绝对不会是这么的 年纪这么的大 诶 你看到没有 这里面 这张图很有趣哦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年轻的 比较年轻的 你们会觉得他是导游 对不对 错 那个其实就是陶泽 我保养的比较好 所以你们都其实已经比较 看起来比较年转了 好不好 好吧 See you 拜拜